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資格》 李宗盛 《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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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題唯一要考各位的只有這個而已 K小於0 我前面做的都是K大於0的情況 各位想想看K小於0跟K大於0的差別在哪 Magnitude 有沒有差別 沒有,只差一個face face不是多180度 對吧 負的比正的多180度,這個common sense 你這個表情告訴我好像回到高中的感覺 那我顧名思義 X等於J omega 帶進去 這個很簡單 我都不會考兩階三階 你從這一步做到這一步就錯掉了 這個應該不會錯吧 那以這個來看,因為這是負的 K是負的 所以是不是十步是負的 那虛步的部分是負負得正 因為Omega 是正值 所以它會在第二向線的地方 一樣,那我們來壞話 因為現在這一題的Pose是在負一 所以這個看起來應該這樣子吧 這個整個路徑就是像這樣一個路徑 當我在走第一個路徑 叫Omega從無窮大到0 所以Omega等於無窮大的時候 Omega如果是無窮大 S等於G omega 因為這條路上面S都等於G omega 當Omega很大的時候 這個就變成這樣子 所以當Omega很大的時候 K除以這個 這個是180度 這個是90度 所以它貢獻是正90度 如果這個K是大於0 這就是負90度 但現在K是負值 負值是180度 所以這邊貢獻正90度出來 當Omega趨近於0 因為這個K沒有什麼趨近於0 因為S等於0是well defined S等於0是well defined 所以這個S等於0直接帶進去 這裡沒有什麼S趨近於0 沒有這個問題 你看Pose在這裡 所以是整個過來 並沒有說一個這樣跨過去 跨過去才有趨近於0的問題 這一題完全沒有 直接跨過去 所以圖形在這樣 出來的時候是90度 因為這裡有趨近 這邊是正90度 然後走到這地方 這是0度 這走到呢 K小於0 K小於180度 K小於180度 所以到這裡 所以當Omega等於0的時候 這個值等於K值 Omega等於0 所以當Omega等於0的時候 剛剛好這一點就是K 剛剛好的就是K 當Omega很小在這裡 因為整個都在第二向線 所以它的走向是這樣子走的 整個這樣走過來 那 同理 這一半步就是走下面這一半步 到這半步的時候 你就要知道都是0 因為在分母 都是0 0就在這一點 所以整個Nyquist的Diagram就像這樣子 上去下來繞一圈 那我這邊紅筆特別強調 最大的差別在於K小於0 如果K大於0的圖形就不是這樣 K大於0的圖形變成跑到這裡 這邊也給各位看一個現象 我看 假設這題是K大於0會怎麼樣 如果這題是K大於0 是不是就應該在正負這個地方 正就是負了吧 是不是在第四向線的地方 所以K如果是大於0 這個大於0 所以K就會跑到這裡來 然後走向是這樣子走 這邊處理來是-90度 所以處理來是-90度 然後往這邊走到這個地方 這是K大於0的case 這個是K小於0的case 各位各位注意到K大於0跟K小於0 你直覺上會感覺差多少 有沒有發現K大於0到K小於0 是把它轉過去 轉多少角度 轉多少 就是180 你可以這麼看 這個只是一個正一個負而已 其他是不是都一樣 其他都一樣 所以圖形一定都一樣 多一個負是不是多180度的意思 對吧 比如說你這裡每個的向角 這每個向角再多加180度 它就跑到這裡來了 對吧 所以其實K大於0跟K小於0 它最大差別 就是把整個圖旋轉180度而已 只是這個旋轉 因為各位都理工的 你的性向測驗這邊來講 對這種圖形的轉換 你是比較拿手的 如果你 這應該在你國中的時候 做性向設計就測過 所以這個轉個角度 對你沒有什麼問題 但這題來講就這樣子而已 那這樣的話 各位都看 我們要判斷stability stability 各位知道p等於0 因為在這個case裡面 沒有右半平面的open loop pole 所以如果要stable的話 是不是K要在這個範圍裡面 K是不是要落在這個範圍裡面 這時候-1是不是在這個圈圈的外面 所以就沒有繞圈圈 就N等於0 N等於0才會stable 如果你K再小一點 -1跑到這裡來的話 那麼這個繞圈圈就繞幾圈 是不是繞一圈 一圈 一圈是不是 一有半平面po有一個的意思 可以吧 那這個relocus 怎麼化 是不是在這裡 -1在這裡 relocus K小的0是往這邊走 對嗎 K小往這邊走 所以是不是應該某個時候是stable 某個時候是unstable make sense 對不對 什麼時候stable 這裡很明顯 這是S等於0的情況 S等於0帶進去 Ga點是K等於-1的意思 make sense 所以 從delocus看 是不是借於0到-1之間是stable 小於-1就unstable 從Nyquist看起來也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K的範圍必須在這裡 那input是這個 off是這個 應該沒什麼問題吧 唯一你有問題 你可能這裡算錯而已 那我們從兩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你以前有學的說 那我直接把它帶 第一個你說 那我直接帶那個 我寫錯了 我寫錯了 open loop的結果出來 closed loop的結果應該怎麼樣 要L除以1加L 應該是要L除以1加L 我這邊弄錯了 Anyway 就是你再這樣子 像J1對不對 現在不是在J1 J1帶進去 是不是應該等於L 同意嗎 好不好 所以這個帶進去 應該等於K的E加J除以E加上K的E加J 得到K除以2加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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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如果是open loop的情況 open loop 這個進去 這個應該是OK的 因為你是K的E加J 對不對 E加S 現在S就等於J1 S就等於J 所以這裡是不是供線45度 那這個是負值 是不是供線180度 所以total應該供線135度 那對magnitude 如果open loop來講 是不是K 那很多同學 可能直接就寫K1除以2 那就錯了 這裡K是負值 所以應該絕對值K 我們這裡用的是magnitude 是絕對值 好吧 絕對值 好 for這個case 因為K的範圍就是指到1而已 對不對 所以這個最大指就到2分之1 steady state沒有error steady state沒有error 就是steady state 哪一個怎麼出來的 magnitude 如果假設open loop的話 這個magnitude 代進去 s等於1 這裡 omega等於1 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代s等於J omega 是x代J 所以這就是K的E加J E加J 是不是就是絕對值K除以更號2 角度是負45度的意思 好不好 所以magnitude就這一塊 向角 要減掉負45度 但是因為這個K值本身 它本身有180度 因為它是負的吧 負180度 所以這 調起來就變成135度 再說一下 剛剛那是open loop closed loop答案不是這樣子 closed loop可能比較難看了 minimum phase 我們說一下 如果現在系統是所謂的minimum phase tf就是transfer function minimum phase 我們現在先把它當作定義 其實它不是定義 我現在下面講的這一段是把它當作定義來看 但這個事實上是minimum phase得到的結論並不是定義 minimum phase 在這裡我們要定義是這個System continuous time system 所有的pole跟zero 所有的pole跟zero 都在 右半平面 或者它在原點的這個地方 我們稱這個叫做minimum phase 但是我跟你提醒一下 這個現在我把它當作定義來講 那其實要不是定義 這是結論 為什麼 你看 這樣子的定義跟minimum phase 有什麼瓜葛 minimum phase 如果中文你會發現最小的向角 那既然叫做minimum 是一個比較 比較一定有東西跟它比 所以一定有一個族群比起來 如果你pole跟zero在左半平面的話 它的向角貢獻會最小 那我不敢確定你們 你們在別的課有沒有聽過這個定義這樣的名字 到底說通訊原理裡面應該會講這個東西 你們在訊號系統有沒有講這個 那這是第一次聽到的定義嗎 限空一是哪一班教的 B班教的 B班的自動濾調 那我說除了限空以外 有沒有聽過這個課 沒有囉 你要先把它當定義好了 那我會建議各位 如果你想多進一步了解 什麼叫minimum phase 因為光講minimum phase 正常來講應該要三個小時 這個怎麼來的 怎麼去找出來的 為什麼叫做minimum 還有衍生什麼樣的物理意義 沒有這要講三個小時 那在這裡你就把第一次 我以前在念書的時候 也是在限空 才聽到minimum phase這個字眼 那當時我們老師 並沒有跟我們解釋什麼叫minimum phase 我那時候跟你們一樣 就是老師教什麼就學 不教就算了 絕對不會說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你們現在應該還是這樣 經過了30年這個惡性是不會改的 那minimum phase在什麼地方還可以聽到 DSP裡頭也可以教你們 如果你DSP剛好那天 你肚子痛沒有來上課 那今天剛好又高阻抗 所以沒辦法念不懂都沒關係 就你訂第三次還是新的 找我也可以 找我聊天的時候順便教教你也可以 如果也沒有興趣 那就把它當作定義好了 定義記不得 那就算了 如果是這樣的Case的話 意思都變成 這個minimum phase的P一定是等於0 因為它沒有右半平面的Po 所以這張投影片裡面說穿只跟你講說 對minimum phase來講 它的P就等於0 所以說穿的就是N就等於Z 因為P等於0 N就等於Z 對minimum phase來講 如果你要Stable Stable是不是應該這個要等於0 Stable這個要等於0 所以假如說你那進圈圈一定要是沒得轉 要不就是如果有圈圈的話 裡面有一個圈 外面的圈一定要翻向它相反 所以這個也只在說這件事情而已 因為所有的課本講minimum phase 我大概都認為 大家都知道什麼叫做minimum phase 顧敏思義 我簡單的說一說 我簡單的說一說是這樣 你看我們平常在設計那個filter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要畫那個magnative response 比如說我們畫它的頻率響應 那你根據這個你會知道說 它應該是一個low pass filter 所以你知道這個low pass 然後可能頻寬可能在這個地方 平常我們在設計那個系統的時候 我們開的規格大概都這樣子 DC的gain會多少 高頻的attenuation會是多少 caddle frequency會在哪裡 或頻寬會在什麼地方 大概都開這個規格 這個規格都是根據這張圖來的 這張圖是系統的magnative response 只有magnative response 那你真正設計是不是要設計這個 這才是你會設計 或是叫做HS 這個還是你要設計的 但是你用的規格是上面這張圖的規格 所以其實你的規格只有這個規格而已 規格只給你絕對值而已 各位知道這兩則的差別數應該差一個這樣子 你真正的系統implement 是用這個去implement它 所以這個magnative response的題目 其實前面有一段是沒有跟你講 假設你要design一個filter 或是一個system 像這樣的一個system 在什麼條件 given這個條件 這是given的 如果已經給你這樣的東西 這是given給你的話 那請你去設計一個這樣的東西出來 我們發覺在這個條件底下 如果你設計這個h 所有的pole0都在左半平面的話 它所得到這個overall所得到的向角 因為這叫補向角進去 在整個system裡面的向角是最小的一個 那個minimum face 其實還有一個字縮寫 就是minimum face delay 也就是說 在設計pole0都在左半平面 在這個條件底下 這個都固定 你有很多種選擇 我是把三個小時裡面 用三分鐘來跟你講結論而已 在這個條件固定底下 很多種選項 很多選項裡面 我們會證明說 在pole0在左半平面上 所得到的向角的delay會最小 我們在設計系統說 一般system都會有delay 但是因為它有很多種選項 是每個選項不同的delay出來 在這麼多delay裡面 如果你設計pole0都在左半平面 它得到delay會數是最小的 所以我們稱這樣是minimum face minimum face 是根據definition 然後證明出來說 pole0在左半平面 但因為pole0在左半平面 大家很容易了解 所以好像就變成定義一樣 比如什麼叫minimum face 就是pole0在左半平面 叫minimum face 各位應該有學過一個叫opass filter 在somewhere的地方 應該有學過一個opass filter 絕對不是線控 線控不會opass的情況 那opass filter的話 各位知道opass filter 是magnetive 是1 要有一個向角 所以你看 假設我現在有一個filter 這個 那跟這樣子的東西 各位你看 如果乘上一個hopass 我如果取 絕對只是兩個 是不是一樣 hopass filter 是magnetive 都是1的情況 如果你學過opass 你就知道 那這個選項有多少個選項 無窮多個吧 所以給我一個 條件如果給我這個 其實我真正的設計 我可以稱 就剛剛找的h1 如果滿足 我可以稱它hap 這個h2 還是滿足什麼條件 滿足h2的絕對值 等於h1的絕對值 等於h的絕對值 等於h的絕對值 也就是 向角有很多種選擇 但magnetive 因為magnetive 是given是固定的 所以我簡單這樣說一下 讓你知道一下 minimum phase 大概由來什麼 那我倒好直接挑結論了 像這個system 是不是minimum phase 是吧 所以這minimum phase 剛剛看起來說 N一定要等於0 以這個來說 我們之前畫起來 我們之前畫起來 是不是像這樣 XXX Rulocos是這樣 跟軌跡圖 是不是像這樣子 伏1 是不是在這邊 那整個歐波歐 畫起來是像這樣子 所以這個在外面 是不是沒有繞圈圈的意思 可以吧 伏1在外面就不繞圈圈了 因為magnetive phase 你要stable 就不能繞圈圈 不能繞圈圈 可以繞圈圈 但是進圈圈等於0 一直不一樣 這個情況下 一定要廣義一點 假設進圈圈等於0 假設你有兩個圈 可以裡面繞的圈 跟外面繞的圈 假設不一樣就可以了 最後N要等於0 這個應該已經說過了 所以我們就不太多說了 我們考慮一下這個case 我們來看看像這一題 我們簡單來做一下這一題 現在為了簡單解釋 假設AB都大於0 所以各位看到AB大於0 AB大於0 AB大於0 是不是代表說 它Open Loop的Pole 是兩個差在這樣的情況 看到嗎 我在GLMega頭上面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我就一路這樣走過去 那各位知道 這個Pole Pole比較多的話 這條路徑就可以不用管它了 因為對應的是不是都是0 因為Pole比較多 那麼一樣 在這裡的話 如果K是大於0 如果K大於0 那一樣代表它 G等於0的話 G等於是這個 所以這個值應該是落在 這是副值 記得 這是一個副值 是應該在這一邊 然後G有沒把它帶進去 一般來說 從這一步做到這一步 下一步可以 再下一個大概會做錯 我這邊就有一張投影片 你們可以這樣翻來翻去 我是不要再回到這邊來 要不然 以後看錄影帶頭會暈倒 這邊就是要有分析 分析 像這樣的情況 是在左邊還是右邊 因為我就有一個螢幕而已 如果假設A比B大 這裡有假設A比B大 好像還是必須回來的樣子 A比B大到會在第幾項線 A如果比B大的話 這是不是正值 這個一定是負值 對不對 翻上去是變得負負 那K我先假設大於0 第一個剛開始給自己簡單一點 這是不是在第三項線的地方 全部都在第三項線 不管Omega怎麼變 Omega從無窮大到0 叫正值 正的Omega 這是不是都在第三項線的地方 第三項線所以在這裡 可以了 所以圖形看起來大概像這樣 從第三項線 所以往這邊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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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可以了 切這個地方這個點 剛剛的說法是-K-A-B 如果for這個case 我們再看看 剛剛說走是這樣走 對不對 這一條路徑就走這個 這條路徑就是上面的這一塊 那這個路徑沒得走 就在0這邊打圈圈而已 所以沒得好走 因為它這裡沒有一個pole在這裡 所以比較簡單 對吧 因為這Type0的系統 比較簡單一點 那如果這樣的話 如果我這個值 這個條件的話 是代表-1在這裡 還是-1在這裡 這代表這個是比較大 這比較小 所以應該-1在這個地方 我把它畫掉一下 來 這個狀況 這個值就是這個值 比-1大 是不是相當於-1要落在這邊 它應該就是這個情況 所以-1要落在這裡 是吧 -1落在這裡的話 是不是n等於0 這件事情可以嗎 現在p一定等於1對不對 有一個右半平面的pole 所以n等於0的話 系統是unstable 所以先說到這裡 可以吧 那驗證一下 你怎麼知道這樣做 到底對還不對 你看我們之前畫這個時候 現在是A比B大隊 是不是代表這個pole在這裡 這個pole比較短一點 一個長一個短 是不是這樣 那像K大於0 跟軌跡圖怎麼走 是不是走這裡走 那最後停在這個地方 盧洛克什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當K大於0的時候 是不是有一段是unstable的 然後接著又開始stable起來了 就剛開始是unstable 然後過了那個原點以後 就開始變stable 是不是 那從更軌跡圖 看到會stable一定說 這就是S等於0對不對 你看 那個是K的S加A S-B 等於-1 當S等於0的時候 K是不是就等AB 所以從鋪洛克什來看 這點S等於0 這點對應的K就等AB 在鋪洛克什 因為鋪洛克什是K在變 你到鋪洛克什這邊來的時候 你看 這個要跨過-1這點 跨過-1這點 要比較一下K要小於AB 沒錯 所以當K小於AB的時候 unstable 跟鋪洛克什的情況 是都一樣的 那如果是這樣的情況呢 剛剛的狀況是這個 那如果做我大一點 如果這個條件的話 是不是-1跑到這裡來了 這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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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條件N得多少 它繞的圈圈是 這樣子繞 這樣繞是順時針繞 我箭頭已經畫給你了 順時針繞起來 所以N得-1 N等於Z-P 現在這是1 這是-1 所以這個是不是0 Stable 跟鋪洛克什是不是都完全一樣的 形成出來 OK 所以So far到這裡可以嗎 第二個條件 如果說 A比較小 B比較大 鋪洛克什畫起來會是怎麼樣 先看看 如果是這個條件 鋪洛克什是不是應該 這個短一點 這個長一點 A比較短 B比較長 鋪洛克什是不是這樣子 最後應該跑到 漸進線是在右半平面 可以嗎 所以這個K大有0的情況下 Stable還是Unstable 是不是 從頭到尾都Unstable 是吧 從頭到尾 是從頭到尾 所以我們要看看 如果是這個條件的話 如果是這個條件的話 我們看看前面的狀況 看前一頁 現在A比B小 A如果比B小 好 那這個比較小 A比B小 對不對 A比B小 所以這個是正的 對不對 這個當然永遠都是負的 A比較小 B比較大 對 我這樣寫對嗎 我沒有這樣撐著嗎 我這樣寫對嗎 請問不要小看我一直問你問題 因為我一直問你問題 最起碼你本來瞌睡蟲 是這樣子 等會掉下來一下 然後再上去 那怎麼樣才可以急劇掉下來 就我大發雷一停你就醒來了 這種情況 翻桌 這種情況 翻桌會不會把線弄斷了 好像會的樣子 還是破壞公物 破壞公物 貴班有班費嘛 對不對 可以拿來用 好 來 負正 下面是負正可以吧 那翻過來是負負 所以在第三項線 來 我們來看A如果比B小 我們來看這個狀況是什麼 A比B小的狀況是什麼 我有沒有寫錯什麼地方 A如果比B小 那我剛剛說負正你也說對 不敢想我錯是不是 我很多地方都講錯了 為了訓練你們的思維 你看我每次要讓自己的評審變壞 都要講錯的 那你去更正 真的是負負嗎 那結果呢 負正是第幾項線 真的嗎 不太相信 好 負正 我寫的當然是對的 我還是一樣假設K大雷 你會說你為什麼現在做的都是K大雷 不做K小雷 我剛剛在那個小考的時候告訴你 K大雷跟K小雷 事實上是旋轉180度而已 所以對我們來說 我把K大雷做出來 K小雷我們就知道怎麼做了 所以我們先做K大雷 因為比較簡單 如果K大雷它在第二項線來跑 所以跑起來應該這樣子 這是第二項線 所以無窮大從這邊一路走過來 還是一樣 這邊也是交集在這裡 然後再繞回去 所以它的方向是這樣子走 有沒有看到 方向是變不一樣的 是不是 繞起來是變不一樣的情況 好 如果這個K值 來 對這個K值來講 我們從Lulocos告訴我們說 它應該從頭到尾都是unstable Lulocos告訴我們的 那這樣子怎麼看 對這個值來講 負一要不就在這裡 要不就在裡面 同意吧 那我看 負一如果在外面的話 是不是n等於0 unstable吧 因為這是等於z-1 這等於0不行 那它等於裡面應該可以吧 在裡面的話 如果負一在這裡的話 現在n等於多少 不是負一 是正一 所以變成正一 一的話 所以這個等於2 按照我們之前的說法 合理吧 現在這個短一點 這個長一點 不是這樣走嗎 在這個時候 是不是就一個 右半平面的pole 當你在這個範圍的時候 是不是就一個 右半平面的pole 大一點的時候 是變成兩個 右半平面的pole 對吧 所以在這個時候 z等於2 在這個時候 是不是z等於1 的確都對 只是這裡差別在哪裡 Lulocos 是不是直接可以看出 那右半平面的pole 是哪一個 在這裡的話 只能猜出數目 這邊是可以看到數目 又看到位置 Lulocos可以看到位置 Nyquist看不到位置 但是可以 但因為我們只關心右半平面 右半平面 在哪個位置不重要 對不對 不管在哪個位置都會 如果是一個unstable的system 你把電源打開 它會怎麼樣 會像核電廠一樣爆炸嗎 你覺得會不會 你覺得不會 燒掉跟爆炸好像差不多 那你覺得怎麼樣 如果假設我系統設計unstable 你回去可以做控制實驗 設計一個unstable system 把電源打開 但是保險室要裝上去 我已經告訴你答案了 你覺得會怎麼樣 不一定會燒掉 不一定會燒掉 不過一般來說 它會輸出 因為輸出最大 只能在你的V正和V負之間而已 你的VCC是你的最大的輸出 但是你一直持續的保持最大輸出 然後輸出的power就很大 晶片的壽命 或者電路壽命 就會慢慢變短 那你就知道 不是只有你這麼想 你的學長一定也這樣想過 學長的學長可能也想過 到了你的時候就裂開來了 現在IC的技術已經很進步了 以前我們燒掉的時候 還可以看到一筆白煙出來 現在只會看到殼裂開來 或者你去摸它的時候 不小心燙到一下 我的經驗是這樣 學電的人一定要被電電過 如果你在實驗場面被電過 說你學會電子學什麼 他不再相信 學電的一定要被電過 學游泳的人一定要先喝一口水 這樣情況 我來看另外一個例子 假設我們給你一個characteristic equation 這個是一個characteristic equation 也就是說前面的做起來 是不是都告訴你L長什麼樣子 你是不是根據L長什麼樣子 寫出它的po跟0在哪裡 是吧 hello 是不是給你L 你才知道po跟0在什麼地方 那你給你L會知道po是 因為1加L等於0 得到的是characteristic equation 所以你是根據characteristic equation 才算出它可是不是po的位置在哪裡 那如果說今天我直接給你加的equation 我直接給你加的equation 那以前各位在學路洛克斯的時候 是不是有學過說 如果給你這樣的話 你就要想辦法變成像這樣的 E加K什麼的form 你要想辦法變成E加K的P除以Q 還記得吧 你在學路洛克斯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就學這樣子 可以給你equation 也可以給你 這個直接告訴你也可以 但也可以寫成這樣子 寫成這樣子 寫出來的這個P跟Q 寫法有很多種寫法 並不是UNIC 但是它不會印象你的CostablePole的位置在哪裡 這是在以前學更軌跡的時候 最起碼B班我有交代過你們 當然我知道你忘了 A班你們老師一定有交過 寶羅有交過 我問過他說他有交過 當然你也忘了我也知道 所以這意思跟你講 你看 當我寫這個式子出來的時候 你看為什麼我們可以變來變去 因為標準縫是這樣 標準縫是E加K 然後什麼東西 以前你學是這樣的學 但是如果我給你的縫 不是這樣子形式的時候 比如我現在給你這個 這個並不是E加K 所以你可以自己想辦法去兜 像這個Case是E加 像這個就是P 這就變成Q了 以這個P這個Q 我畫出來的那個根軌跡圖 事實上說穿了 以這個來畫出來的根軌跡圖 是不是滿足這個方程式 這樣對吧 我們在你還要畫Ruleux的時候 給你G的時候 你是不是令E加G等於0 E加G等於0的物理意義 是不是在算這件事情 Categoristic equation 的意思 只是因為後面畫圖的時候 我都是習慣把G寫出來 因為G一般都寫成K的P除以Q 所以你會認為 只要畫Ruleux一定要寫成這樣 不是 正常情況下應該像這樣的情形 這樣就夠了 真正目的是要解決這個東西出來 如果我把這題把它動一動的話 動一動會變成這樣子 我這個意思給你 動起來 這個Case裡面是不是Pole的數目 小於0的數目 跟我們前面的畫法是不是沒有什麼一樣 我們前面都是Pole比0多 那這題是不是0比Pole多 我剛剛為什麼要跟你講說 Categoristic equation 你看 假設我前面這個叫做P 下面這個叫做Q 像很明顯的P的order 比Q的order大 對不對 你說我不習慣 我習慣的是Pole要比0 這題如果該寫成這樣 1加KP除以Q 是不是 等於0 可不可以寫成這樣 1加K分之1的PQ等於0 請問你這樣一不一樣 這兩個方程式所得到的根一不一樣 這題根的物理意義是什麼 就是在系統的Pole的位置 Close loop的Pole的位置 對不對 但是你用這樣子分析Ru-locus 跟這樣子分析Ru-locus 是不是相同的意思 我可以定義這個叫做K-PAL 新的一個叫做K就好啦 你要的形狀不就是1加KP除以Q 又沒有說K只能寫成K 不能寫成K1 K2 K3 沒有這樣講 或是哪天我不喜歡K 我喜歡L 這樣可以吧 L最好不要用 L已經被人家用過了 M跟N也都不要這樣用 好像只剩下K可以用而已 哪一天你不喜歡 你要寫小K 好吧 Anyway 這只是個形式吧 你選哪一個符號沒有什麼關係 千萬不要說一定要寫長時間 沒有 所以說這一題你也可以用這樣子 這樣做起來就是 Zero跟Pole的數目就比Zero的數目多了 B班應該有印象嗎 我以前講過這個 僅止於有印象而已 好 那我們回到這邊來 如果我們硬作怎麼樣 假設像這樣的情況 硬作喔 那你記不記得 我們以前講說 硬作的時候 這個路徑走這個路徑的時候 上面不能讓它的 整個Delta S會變得無窮大 對不對 以這一題來說 如果以這樣來說的話 各位 請你告訴我 這系統的Type 是Type G 我們以前在做System Type的時候 好像都是比0以後的正整數 正整數加0 那你說這是-1 跟你以前學的不太一樣 跟你以前學的不太一樣 你同意嗎 跟你以前學的不太一樣 好 不用擔心 你看你以前學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假設G都把Model成這樣子 SJ E加上T1S 很多 然後這邊是有個K E加上T2S 一大堆 然後再E的-T1S 以前是這樣Model它 所以我們說這個G 0-1-2-3-4-5 以此類推降下去 以前我是Model G 是長這樣子的情況 對吧 在以前來講 大部分Pole的數目 都比G6數目多 那如果我現在G長這個樣子的話 顧名思義 跟以前的Definition 是不太一樣的 跟你同意吧 跟以前是不太一樣的情況 那你會說 那你為什麼之前不考慮 G是負值的情況 那各位想想看 我們在做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那時候在講Titleman的Response 這個表情告訴我說 有上過限空1嗎 我們在講Titleman的時候 才開始有這個東西出來 Titleman裡面有三種Input 其中有一個Input叫做DC 所以你看 如果我們考慮G是負值的話 送DC進去會怎麼樣 現在你應該比較容易懂了 如果G是負值 送DC進去會怎麼樣 我不知道這什麼意思 這是代表什麼樣的手語 我們講這個-1 就像這個case 假設有個S在這邊 那你覺得DC送進去會怎麼樣 如果有個S在這地方 剛剛有同學說 送DC進去就沒有output 這句話對不對 對 對 穩泰是0 因為穩泰是0 對那個第七章來講 是沒有意義的 第七章 你送個DC進去沒有東西出來 那他要解釋什麼東西 所以在第七章裡面 他假設這個System Type 都是0、1、2、3以上的 他是針對那樣的系統來講 那對這個來說 不是不行的 要跟你講的 不是不行的情況 好 所以像這個很明顯 它的System Type 它不是一個正值 它是一個負值 你要說到負一 說法也是可以 重點我們是 我們這裡不concent到Type幾 我們是直接去算 但是重點是這樣 我們這邊圖形看到這邊畫了一個圈圈 對不對 你可以把它避開 你也可以不避開 我再說一遍 我們當初要打XX避開的目的是 希望不要讓這個 這個某一個頻率變成無窮大 因為變成無窮大 是不是對應的delta S 這不會是B區間 我的目的是希望它不要變成 是open 但是如果你是 這邊有個0在這裡 這邊是有個0在這邊 如果你直接跨過去 這一點map過來 是不是只有一個圓點的地方 有一個0 它並不是跑到無窮大距 所以它其實是可以接受的 可以吧 所以你要弄清楚 為什麼我們要避開 因為很多時候 你學到最後 你就忘記當初為什麼要這樣子 那以這一題來說 所以這裡我寫一個LEQ 這個叫做equivalent 這個是不是寫成1加L等於0 這一題的例子是這樣 如果剛開始給你的caterist equation 不是標準縫1加L等於0 或是1加kpq等於0 不是這種標準縫 你可以自己想辦法把它變成標準縫出來 用Lulocus的那個技巧就可以做到 等到你做到了以後呢 做到了以後呢 剩下就是這一塊 這一塊要開始做 一般來說從這裡做 這裡會辛苦一點 會做錯 所以我們直接把結果寫出來 結果寫出來 結果寫出來之後 其他剩下就是硬做就好了 一樣 我們看到這個的時候 第一步就是問自己 有沒有機會什麼會等於0 這裡看起來是不是有機會這個等於0 有機會這個等於0 是不是都有機會的情況 所以好 我們要繼續做下去 這個 最頭痛的一點就是這樣 給了你L以後 你怎麼把這個東西寫出來 像目前還是帶進去的 分子跟分母 因為分母還有機會在那邊 比較複雜 一般你這個東西不是要在底下 要成為一個共惡 把那個虛部把它拿掉 所以這個最頭痛的地方 就是把作水療癌 是這麼複雜 以這一題來說 因為L就複雜 所以做起來比較複雜 如果最後把它變成這樣子 也有各位來觀察一下 我們上次說過 如果變成這樣 你要看 實部有沒有機會等於0 虛部有沒有機會等於0 以這一題來說的話 我們要先判斷 這個看起來有機會等於0 是有的 這個有沒有機會等於0 你以前國中就教過你 判斷這個東西怎麼判斷 用判別式去判斷吧 這個判別式是大於0的吧 所以這個其實也不用看 因為這是大於0 這基本上always大於0 如果這邊有減的話 你要去做這個判別式判斷 但目前這裡都是加 對不對 加是沒有問題的 叫always正 所以以這個case來說的話 記得一旦把L做出來 記得好像口訣一樣 先看實部有沒有機會等於0 或者是虛部有沒有機會等於0 以這一題來說只有這裡有機會而已 這個是不是告訴你 歐美加平方等於三分之八 有一個分界線是這個 有一個分界線是這個 如果歐美加比較小的時候 小就是歐美加介於這裡 根號三分之八 如果介於這裡的話 來觀察一下 歐美加不見了 歐美加如果落在這裡的話 這個會 正的吧 這裡是正的吧 所以在第一向線 因為k都正值 可以吧 在第一向線 如果歐美加比較大的時候 就會變成負的 正的 是跑到第二向線去 所以歐美加小的時候 是在第一向線 歐美加大的時候 是在第二向線 可以嗎 我們的路徑是不是這樣子 剛剛這個路徑 剛剛這一題的路徑 是往這邊走再拉下來 注意啊 這個參考方向 是不是跟剛剛的不太一樣 但是我說過對不對 所有到時候 N數字是多少 用參考方向為準 如果以這題來說 他是這樣走過去 就走過去嘛 沒有big deal 那你為什麼 有時候往這邊走 有時候往那邊走 我跟各位提 所有東西只看參考方向 然後 如果 像我們是用BC郭這一本 講線控的課本 應該有100版 每本的 作者的 他喜歡參考方向都不一樣 所以我會建議各位說 像這個範例就是把它倒過來 你就試試看 有什麼關係 但各位提醒一下 你做起來的N值的正跟負 要看你的參考方向 以這一題來說 他現在目前做的參考方向是像這樣 但這個其實不會影響你的 他參考方向 他現在是這樣子走 所以剛好跟你的方向 實際上不一樣 他現在變成瞬時針 同樣例如說 逆時針也是可以的 因為瞬時針 逆時針最後只是你畫起來圖 一個是這樣子走 一個是這樣子走 一個是這樣子走而已 沒有影響 我們先看看這樣的情況 當ω 所以剛才小的時候是正的 當ω很大的時候是在負值的地方 所以圖形大概像這樣的情形出來 再看看切出來的角度 各位來看這個切 什麼叫切出來的角度 以這個來講 當S很小的時候它的角度是幾度 S很大的時候它的角度是幾度 以這個來講 當S很大的時候應該幾度 S很大就是高頻的意思 高頻的時候 正90度吧 可以吧 那如果S很小很小的時候 一樣喔 所以跟你以前的不太一樣 一個正90度 另外一個還是正90度 當高頻的時候 長度是變大還是變小 高頻的時候 以這個case來講 高頻的時候是不是越變越大 我們前面的例子 是不是高頻的時候 應該越變越小 因為前面的例子 是po比0多 這個提示是剛好倒過來 是0比po多 所以剛好倒過來的情況 好 那如果是高頻的時候 這個高頻是大 然後低頻是小 可以吧 所以趨勢就像這樣子 可以看到這個趨勢嗎 所以這個趨勢要帶到下面來 高頻的時候正90 所以高頻的時候正90 低頻的時候也是正90 那你記得這個方向 一個是在第一項 低頻的時候是這樣子切進來 在第一項線切進來 高頻的時候是跑到第二項線去 切90是這樣子切 長度是無窮大 所以他這樣切過去 但是會不會有一條漸進線 不一定 不一定每個都有漸進線 所以你可以試試看 也許找不到漸進線 以這一題來說 我們看看有沒有漸進線 再說一遍 所以這個趨勢可以接受吧 低頻的時候是在第一項線 過了這個趨勢又跑到第二項線去 然後當高頻的時候是越變越大 低頻的時候切進的是90度 這邊也是切90度 但是這個漸進線是多少 要找看看 現在不知道 漸進線先不理他 這個線這樣子走可以嗎 趨勢這樣子走 如果這個趨勢有了以後 我看看有沒有漸進線 以這一題來說 漸進線是不是知道 這個是Omega趨勁無窮大的漸進線 你前面在做的例子是Omega趨勁於0的漸進線 所以漸進線到底是Omega趨勁無窮大的趨勁於0 不知道 所以你要看這個圖 以這一題來說 越往這邊走是頻率越變越大 往那邊走 所以我們看到頻率越變越大 有沒有機會跑出漸進線出來 按照這一題來看 漸進線如果有的話 應該發生在十軸上面 所以十軸 十軸有沒有機會得到漸進線 應該有吧 因為你看十部的部分 分母是不是四階 分子也是四階 所以當Omega很大的時候 應該會趨勁於一個constant的值 這個值應該趨勁於多少 當Omega很大的時候 Omega四次方 這個是變成Omega四次方 上面的話應該變成-3的Omega四次方K 所以應該變成-3K 所以這個值應該十部的部分會趨勁於-3K 像是K大O0的情形 所以這個走走走會有一個漸進線 所以圖形大概就像這樣 另外一半是往這邊走 還有咧 各位注意看 我們剛剛走向 如果你用這樣走 是不是還有一個這條路 現在這樣走過去 有一個這條路對不對 那以前我們的做法是 哎呀這條路就map 到0 你現在搞不好像腦袋想的 還是這樣的情況 現在這個case可不可以map 到0 會map 到0是po比0多的時候 才map 到0 現在是0比po多 所以0比po多 因為這段是怎麼多 這段是不是S等於R1Jc 是不是在這裡 所以在這個case底下 當在走這個路徑的時候 最後會變成這樣子 當你在走這條路徑的時候 走這條路徑的時候 S很大 S很大 是不是這個就變成這樣 是不見了 是不見了 是變成KS而已 請問可以嗎 KS KS意思是這樣 這個如果這樣子走 S 是不是它到了方向 跟你方向是一樣的方向 而且是越變越大的情況 大家看看 這裡是從90度走到-90度 對不對 那麼map 過來 KS 是不是應該也是從90度走到-90度 範圍呢 也是很大的一個範圍 可以 從90度走到-90度 90度走到-90度 所以你看 它是不是從90度 這樣走過來 那這個方向 方向要一樣 對不對 走到-90度 這樣繞過去 所以它是在繞那個 並不是這一邊 所以你一定要弄清楚 第一次畫的時候 這個畫的方向會弄錯 所以我們 弄了個作業出幾個小題目 讓各位去試試看 這樣紅線跟綠線這樣子可以嗎 至於這個右手邊的這個圖 是它的Lulocus 這是參考的Lulocus 來 那我們先看看這一塊 如果以這樣來說的話 各位來 以這樣來說的話 請問你 請問你 這系統stable還是unstable 只看左邊就好 只看左邊就好 stable還是unstable 先說capital n-a多少 0吧 那capital p呢 是0嗎 是這個嘛 是這個嘛 這一塊嘛 像這個嘛 這是不是0 Z是多少 0了吧 好 所以是always stable 從Lulocus 可不可以看出always stable 現在是假設K大理 Lulocus這樣 我們現在有兩個pole 三個0 兩個pole 三個0 我要問各位 你會不會畫 搞不好你還不會畫 現在 0 好像是這樣的 我剛剛是不是這樣 pole是這樣 K大理你怎麼走 這邊有沒有 沒有 對不對 這裡應該有吧 有吧 這裡呢 有吧 他走吧 然後呢 這兩個老兄 你就讓兩個0在那邊孤獨 0是終點 對不對 所以一定要有人去那裡 所以甘願吧 是不是應該遠端一個pole 就找一個pole過來 然後裂開來 到這裡來 是不是這樣 以這個K大理 Case是不是都在左半平面 Stable 同意嗎 那如果K小林你怎麼畫 K小林這有了對不對 沒有了對不對 這兩個老兄 你要到這裡來吧 那這怎麼來 從哪裡來 從這邊來 從這邊來 要跳過去跳過去 這樣子 從這邊來 不能這裡也不能這裡 只能這裡而已 因為這裡只有一個0好不好 只有一個0 沒辦法配兩個pole 好不好 所以只能一個來而已 這你們還記得嗎 我才不相信 那是有畫出來才畫這種圖 真的考起來你都不是這樣 所以可以了 對所有的K來講都是Stable 這一題比較複雜一點 那後面的就非常簡單 再來後面就 哇 這個太容易了 如果像這 這就是我們今天考的 比今天考的稍微更簡單 假設是這樣的 A又大於0 這是用最簡單的例子 假設都是大於0的情況 我們可以把這個 假設K小於0做看看 剛剛的小考 我們剛剛小考 是不是軌跡圖在這邊 是這樣子的方向 K小於0 轉180度 我們說轉180度 就變成這個方向 所以你應該知道 這個K大於0應該在這裡 那我們這邊做看看 那S等於Gω 就這條路 這個路徑上面 S等於Gω 我再給你提醒一下 因為我在畫Nyquist Nyquist的路徑是這個路徑 所以這裡才令S等於Gω S並不會等於Gω 好不好 所以在Facebook上有同學會講說 它這台Ls 絕對值 不是 Ls的絕對值 在我們這個Case裡面 我們都令S等於Gω 但正常的情況 S不一定要等於Gω S等於Gω 你的Pope就只能在Gω 每個都在公正 不會吧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會一直都是用這個東西 是因為我Nyquist的Path 是這樣子走的 你看 在這條路徑上面 S就不等於Gω 對不對 如果這邊有一個XX 這個路徑也不等於Gω 所以一定要把觀念弄清楚 我就是所謂的基礎功 為什麼我一直concent Gω 是因為我走的路徑是這條路 因為走這條路 走這條路 剛好這個東西又跟頻率響應是有關的部分 所以Nyquist畫出來一減2個 它又幫你看到Stability 又幫你看到頻率響應 但是如果只給你Body Plot 你看不出Stability的東西出來 因為Stability要畫1加L 如果你只畫L 用Body Plot去畫1加L不知道 但是Nyquist都要-1在這裡 L如果是這個 那1加L就知道了 Nyquist很容易就看出來了 回到這裡 這個現在變成Gω 所以這個就是K的A加Gω 所以這個顧名式就變成Om 上下個乘上一個A-Gω 所以叫K的A-Gω 從這個例子來看 如果說我現在條件是這個的話 那麼這個是正的 這是負的 第四向線 所以一定會在第四向線的地方 所以你看1 1就對應到這邊的1來 那我這裡箭頭沒有畫上去 所以各位看看箭頭怎麼走 底下這個箭頭怎麼走 我現在走向是這樣子走 由上就高頻走低頻 那這邊走起來是什麼 是順時針走還是逆時針走 是這樣走 可以嗎 這是Omega 我現在是無窮大到0 所以無窮大的是這個 0的是這個 在這個case裡面不用趨近於0 這是直接等於0 因為我的路徑是直接過去 我沒有跳過去 所以直接等於0 等於0的情況 這一點 如果等於0的話 這一點就是 這一點對應的是DC DC 所以這是K除以A 在這裡 K除以A DC 對不對 是不是K除以A K除以A都是正直 所以是在這邊沒有錯 所以當你畫出來之後 你給自己看看有沒有弄錯 搞不好你正負號弄錯了 也有可能 那這個是Pow比較多 所以當你走第三項的時候 都在這裡 所以這路徑就這樣繞過去 再繞回來 參考點-1在這裡 所以如果參考點-1在那邊 系統stable stable 但是我們還要看什麼 所以文字的部分 我已經交代完畢了 我們要看什麼東西 再讓各位多看一眼 多看一眼 我把這個圖畫成這樣子 以剛剛那個圖 放大一點 剛剛是不是應該這樣子 這一點是K除以A 然後多應的頻率是0 對不對 這樣切除以來 這個是趨近無窮大的時候 這是Lg Omega 另外一半是在這裡 路徑是這樣子走 同意嗎 這是L的情況 如果我要看 像我剛剛小考古裡 那麼它的Input送個東西出來 看到output 看到closed loop的output 對不對 你看 如果是Unity Feedback的話 L等於E加L 我們 是不是這樣 所以當我們看到output 我們在第八章一開始的時候 output 是不是應該跟當時的magnitude 跟當時的phase有關係 那如果說 以我們剛剛講過 U等於cosT的話 是不是相當於 我要算 Omega等於1的那個地方 那對某個頻率來講是這樣 好啦 這是不是L 搞不可以 這上面每個點都是L吧 這叫做Omega 這個是不是叫gOmega0 如果這一點叫做Omega1 那麼這一點是不是叫gOmega1 L的gOmega1 那這條線是不是叫做E加L 可以嗎 可以吧 所以你可以想像 我畫了幾座標 我可以用圖畫 如果是body plot 你怎麼辦 body plot 你光是E加L 你要怎麼畫 很難畫 但是這個圖就不可能很好畫 對不對 那麼我們說magnitude 是不是應該這樣子 所以magnitude 是不是應該L除以E加L 的長度相處 所以是不是應該這一根的長度 去除以這一根的長度 可以吧 看你要哪一個頻率 你要Omega0 你要Omega1 你要Omega隨便乳 Omega決定了是不是 那個長度就決定了 那E加L就是這個 那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呢 向角是不是應該是 這個的角度去減掉這個的角度 對不對 所以我說整個這個章節 都在前面 一開始交的那兩三頁裡面 那這個角度 是不是應該這個角度 去減掉這個角度 可不可以 請問可以嗎 好 那麼這樣我很大膽 如果你覺得這樣都對 那我再看下一頁 我把它弄得比較簡單一點 來 如果以這一題做例子 負一如果在這一邊 那假設某一個L 好 某一個L在這裡 那這個就是E加L 我畫成虛線 這個就是E加L 可以嗎 好 那就問各位 如果L長這個樣子 我這樣畫的這條線 這是LgOmega 整個Nyquist的圖是這樣子 這是整個Nyquist的圖是這樣子 對不對 那我看頻率圖 只要看下半部這一塊就好了 都知道我在講什麼 你知道 因為我們上課的重點是看圖式字嗎 如果我畫這樣的圖給你 我馬上問各位 各位這個System是一個 HIGHPAR還是LOWPAR 還是BANDPAR HIGHPAR LOWPAR 當時講CLOSELOPE 我講的時候講CLOSELOPE 這個OPENLOOPE 你一看就知道是什麼意思 不一定 OPENLOOPE你看得出來是LOWPAR嗎 OPENLOOPE你可不可以看出是LOWPAR HIGHPAR LOWPAR是不是看絕對值就可以了 OPENLOOPE看得出來是LOWPAR吧 可以 可以 真的 不然我不認識 如果不會的話千萬不要講 限控式無比的交 你根本不知道 你這輩子沒聽過這三個字 那CLOSELOPE 怎麼又開始安靜了 CLOSELOPE是HIGHPAR還是LOWPAR 還是LOWPAR 你們在緊張什麼 我問你 以這樣來講 高頻它的放大倍數是多少 0 那DC呢 哪裡有那麼多 DC等於多少 哪有那麼長的字 DC等於多少 DC等於多少 你看可以念一遍 L除以E加L 我不用你這個東西 我當然知道L除以E加L 等於DC是多少 E嘛 是嗎 是嗎 以這句來講真的是E嗎 不是吧 那以這題來說 這個是多少 我忘記了 K除以A是不是 以這題來講應該多少 簡單講就是你要把這一段長度 是不是 這是L了吧 去除以這一段長度 所以就是K除以K加A 你送不送E對不對 你送進來是E嘛 出來變成這個嘛 所以很明顯這個比E小吧 因為A是大於0的值 所以這個有個Steady State Arrow 在那邊嘛 可以吧 這個Steady State Arrow是多少 是不是E的K加A 所以當你把K調大的時候 是不是L就越變越小了 是不是跟你在那個 Time Domain的Response裡面 學的一樣 當System的倍數變大 System Game變大的時候 整個Steady State Arrow就可以降低下來了 這邊都看得出來嗎 可以了 因為Type0 它存在一個DC的Error在那邊 所以我們要看圖式字 看圖式字 那這個跟剛剛那個差別在哪裡 現在這個是變成兩個Pole 剛剛那個例子 剛剛這個例子是不是就這樣子 剛剛的例子是單這樣 那我下一個例子是兩個 把它多了一個Pole進來 多了一個這個 因為做一個控制設計師 你要知道多Pole 加Pole加Zero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有沒有看 如果我加上一個Pole 加上這就變成兩接了 兩接的系統 那加了一個東西 是不是有一個XX在這邊 那這樣你的路徑 是不是一定要跨過去 要跨過去 那這一題也是一樣 在X等於Gω 在E的路徑裡面 E這個路徑裡面 X等於Gω 那辛苦一點 把這個說出來 我可以提醒過 各位做這個東西 一定要自己去做一遍 不要每次跟你算出來 就直接算一遍 這是錯誤的情況 好 如果這樣做下來的話 這樣會 這個有沒有機會 什麼X不等於0 虛不等於0 有沒有機會 沒有 來 看看 這裡是正來負的 就我們看它地幾項線 負地 再來 還是負地 那麼就在 可以吧 第三 那這個倒有時候會變無窮大 這個應該都沒問題了 我們把它整個弄下來 所以它會在第三項線 所以有D的時候 會在第三項線這邊 然後S趨勁無窮大會怎麼樣 是不是180度 然後S趨勁於0的時候幾度 90度 所以DC是-90度 這裡要180度 永遠都在第三項線的地方 所以圖形大概像這樣 這樣子走過來 而且你要觀察到一個現象 這邊也是有一個 一個比較細節的一個觀察 跟各位講一下 來 對一個all-pole system 這是all-pole system 對不對 各位想想 對一個all-pole system 頻率越大的時候 是不是衰緊的越下來 就頻率一路就要走過去 你畫boli-plot的橫軸不是0 一到無窮大 頻率就要一路走過去 頻率一走過去 magnitude是不是一路往下走 對一個all-pole system來講 可以吧 如果說你這個system裡面有0的話 那是對某個頻率的時候 它會往上拉 同意嗎 因為0是讓你把magnitude往上拉 pull是幫你magnitude往下拉 所以對一個all-pole system來講 它應該頻率越高的時候 是一路往下摔減下來 所以你看 從這張圖來看 所以你看 我們那個niqurist畫出來的時候 這樣是不是兩個頻率 這個長度是不是它的magnitude 像這種all-pole system的話 因為這裡是高頻 這也是低頻 所以應該從這樣看過去 對不對 我們畫頻譜的時候 不是0到無窮大嗎 所以你看這樣一路過去 長度就會一直短 一直短 越來越短 短到最後變得不見 所以一路這樣 如果它這樣看起來是一路下去 一般就是all-pole system 如果說這個圖形上面 這個圖形上面 像是剛才這樣對不對 但如果我稍微折一下下的話 就代表這個地方 一定有0在參進去 那它會有稍微拉高一點點 然後再掉下來 因為加了0以後 一般會再拉高一點 所謂的拉高 不一定是magnitude往上走 不一定 因為有時候你是-40dB下來 加上0是變成-20dB 但-40dB還是往下走 只是下走的那個斜率變不一樣而已 對不對 就這樣同意思 所以一般來說 如果這個實驗不一定看得到 我們在學理論的時候會畫得誇張 如果稍微有一個比較明顯的 不是一路這樣下滑的情況 應該就告訴你說 這個系統有隱藏的0在 而且0在這個附近的地方而已 可以嗎 為什麼0就是在這個地方 你畫bodyplug的時候 不是都這樣子畫的嗎 你畫bodyplug的時候 如果是s加0 你畫的圖案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z在這邊 平譜的時候 如果是s加p的話 你是不是應該畫這樣 轉折的地方是不是一個p 所以轉折點的地方 多半就是你的pole或是0存在的地方 對magnitude 這樣同意吧 你會說奇怪 為什麼會在那裡 你畫平譜起來就是這樣子 來 我們來介紹一個叫 General Nyquist Criterium 從剛剛的分析起來 發覺說 整個Nyquist的圖裡面 其實最重要應該是LgOmega這張圖 這裡似乎是最重要的 其他大的繞圈圈的部分 有沒有辦法 可以不要考慮繞圈圈的 所以那個Nyquist的提出 另外一個構想 叫General Nyquist Criterium General Nyquist Criterium 跟以前的做法 有什麼地方不一樣 基本的觀念是這樣 在我們還沒講這個之前 從剛剛圖形分析起來 你的發覺 事實上我們最關心的 還是LgOmega 但是你要湊成一個Nyquist的圖 是不是除了LgOmega 還有這些圖 這個是LgOmega 對不對 這是LgOmega 是不是還有這個圖 還有配這個圖 這兩個有對稱 對不對 所以整個看起來 其實Key Point 還是這個圖最重要 這張圖其實 這個大的圈圈 只是讓我整個回路 變成一個B區間用而已 真正高手 像頻率響應 不就藏在這個地方嗎 所以整個Nyquist的Plot裡面 最核心的那個部分 就是這一塊而已 這一塊是哪裡產生的 這一塊是不是一路 這樣下來之後產生的情況 所以其實我們最關心的 還是這一塊 那可不可以只有這一塊 不要去畫那東東歇軍的 就可以來判斷它的Stability 因為Nyquist也聽到我們的聲音 你發明的這個Criterium太累了 畫完頭就暈了 有沒有簡單一點的 有嗎 Nyquist說有 他就會用另一個Criterium出來 那一套方法 問他分兩字 這樣才能寫兩篇paper 對不對 他們那個時候應該也有 什麼impact factor 什麼rank factor 這種 要不然大概也生不了教授 這種情況 這當然不是這樣的情況 純粹跟你開玩笑 不然你快睡著了 你們禮拜一早上是上什麼偉大的課 哪一個 哪一個 今天應該是你們第一堂課吧 不是 第一堂比較累的課 算了 這堂課怎麼會累 這堂課只進來睡覺而已 我們來看看這什麼意思 既然這一條是最重要的路 那你看看他怎麼來做這件事情 他的做法是這樣 Nyquist說 他是這樣 他現在讓這個路徑走 有兩種走法 一種是這樣 因為我們正常poke 可能會在這地方 假設是這樣的情況 我們之前走的路徑不掉嗎 有經過這個就跨過去 對不對 有經過就跨過去 然後走這樣的一條路 對吧 這是我們前面學的 Nyquist的plot 那 Nyquist跟你講說 這樣子走的路沒有問題 這樣子我們把符學在這邊 第一 這樣走繞了圈圈數 會得到一個進圈圈 我叫N1 N1上次學過是z-p 上次學過是z-p 他走第二條 Nyquist pass 第二條 Nyquist pass 他怎麼走 一樣是一路往下走 也是要把右半平面包起來 各位 Nyquist pass 就是要把右半平面包起來的意思 那以前的包法是 只要看到有叉叉的一律避開 對不對 現在看到有叉叉的一律包進來 第二條路走是 剛剛是這樣子跨過去 對不對 現在這樣子走 這樣走是把包進來 所以我的說法 Nyquist pass 是在路徑上面 不能有pole的位置 但是我跨過去還是沒有pole 等於是吧 我並不是把叉叉放在路徑上面 沒有 我只把包進來而已 所以現在說 如果有看到pole的 其他都一樣 跨過去我就把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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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都一樣 這邊都一樣 那我們先看這個地方 所以這開始有一點點難度 抽象一點 先不要看下面 先看 這一步這是可以接受的 對不對 那這樣是不是第二種的 Nyquist pass 第二種 這個pass的話 它會造成一個進圈圈 會多少 我也不知道我假設叫N2 這是第二種進圈圈圈 N2可能等於N1 也可能不等 我不知道 我寫給叫N2 N2 那N2以前的說法 是應該Cross Loop Pole 去剪掉 在這個框框裡面的 所有的Open Loop的pole 對不對 那以這一題來說的話 你看 如果我有右半平面的pole 叫做P 在這裡是不是 右半平面的Open Loop的pole 叫做P 但這裡是不是 有多了一些差差 是在Gω軸上面的 原來這邊的P以外 再加上Gω軸 所以這裡是不是應該 Z減掉 是這樣的東西 這個就是我們以前的P 觀念還是用同樣的觀點 都沒改變 只是這個pole是什麼 是在右半平面的Open Loop的pole 而P Omega 是在Gω軸上面的Open Loop的pole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我現在走 但走的路徑不一樣 當然N就不一樣 N就不一樣 所以我們再往下 所以等於說 我現在到目前為止是這樣 我有兩種Nine Crystal Path 一種就是前面交的 就是前面交的 第二種是把路徑走走 把這個包進來 所以多了這幾個pole 原來這裡的Open Loop的pole 本來就有了 再多了這幾個pole進來 所以等於說 這是多了這樣子的意思 那是不是還是以前Nine Crystal的觀念 全部都是照樣拿來用而已 降上去就有什麼樣的好處呢 我們來看看 那我們回到這邊來 先看我們習慣了 這邊先不理 先看這邊是我們比較熟悉的 來看這邊 我們所謂的繞圈圈 繞圈圈得到的角度 不就是應該乘到2π 所以我們得到的角度是2πN1 一圈不就是360度嗎 兩圈就是720 所以就是2π乘到N0 所以我真正繞的角度 5,1,1 5,1就是這樣的角度 那N1這個沒錯 那我要解釋為什麼等於這個 來 這什麼意思 來解釋一下 行為這個來看 這怎麼說明呢 第一個是這樣 這裡有個 我把這個放大 放大是這樣 我現在走的路徑是這些 所謂的1是指這一段 從這裡走下來跨過去 走到這裡跨過去的這一段 這個不算 這裡 這裡 因為這裡有個打叉叉的 我這樣放大 用這個來放大 如果說這裡有三個叉 那我走的路徑不就這樣走過去 然後跳過去 走到這裡 又跳過去 又走這裡 又跳過去 又走這裡 這樣子過來 是這樣子吧 那我現在就 從這裡走到這裡 從這裡走到這裡 當你在走的過程中 你看像我們以前畫起來 是走的過程中 像一路走過去的時候 這個不是根子在變嗎 當你這個在走的時候 這個就根子在變 那從這裡 就是走這個路徑的話 這樣整個轉過去 它會轉一個角度 以我們之前的範例 之前的範例是這個 是沒有的 以這個例子 這是S的S加A S加B 我們前面的範例是這樣子 對不對 那前面範例是這裡沒有 就直接跨過去 這樣過來 這個沒有 那從這裡走到這裡的話 相當於我從這裡走到這裡 這是Omega等於無窮大 這是Omega趨近於0 這是Omega趨近於0 對不對 所以當我走這個路徑 從這裡走到這裡 我的角度是從這裡 然後呢 我就從這邊 然後走到這裡 我是不是有繞了一個角度出來 因為當我這裡動的時候 是不是這跟著動 那這就是有繞出一個近角度出來 所謂的近角度 一般都用-1動作參考點 對不對 我們L不動-1動作參考點 所以你看 當你在這裡的時候 是不是相當於這一點 所以這箭頭是不是應該在這裡 箭頭是不是這個方向 指著我的這個方向 那當你走到這裡來之後 這個是不是走到這裡來了 那這個方向是變成這個方向 所以你看它的走向是從這裡 然後呢 往下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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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到這裡來 所以繞了一個角度 這個角度目前這樣看起來是-90度 可不可以 所以你可以想像出來說 當我這個走的時候 我會繞出一個角度出來 這個角度 我給它一個名稱叫做-5-1-1 我給它一個名字 角度之外 反正genal就是有一個角度 那我用這個範例給你了解說 這樣走走走的確有一個角度 請問這樣可以嗎 那我走這個 我說它走下面這一塊 下面這個老兄 是不是它圖形應該長這個樣子 因為上下是對稱的 它是應該變成這樣的情況 好 那你觀察一下 那對這個老兄 我這個走是這樣走下去 對不對 是不是從-0-5走到-5穹大 是不是應該變得從這裡走過來 剛剛是走出去 這是走回來 對不對 所以這個角度 我這邊繞出來的角度 是不是跟這邊的角度 會變成一樣的角度出來 可以吧 下面跟上面刀的角度 是一樣的角度出來 所以說這裡會繞一個角度,這裡會繞一個角度,這個也會繞一個角度 以這個Oppos system來講,這樣整個過程中是不是都在這一點 都在這一點,也會繞一個角度 只是這一題繞的角度是零度,因為都在原點 你從負一看,怎麼走都在負一,它都在原點那邊 我在負一,原點在那邊,我整個看過去我本身都不用動,是不是零度 但是不管它是不是有,它就有一個角度 還有這個角度,這個角度剛剛看起來是不是應該這麼大 這個角度也會繞一個角度出來,這樣同意吧 所以Nike說,反正你走過的路徑都會有貢獻一些角度 他把這個角度寫出來,他的寫法是這樣的 這個寫法就是前後繞出兩個5-1-1出來 然後呢,這個中間,像這種繞出來的角度叫做1-2 那這個繞出來的角度叫做1-3 那這個繞出來的角度叫做1-3 所以整個角度把它全部加起來,就是它最後整個繞的一個近角度 請說一下這個可不可以 這個如果可以接受的話,那我回過來看這個 這邊繞的角度叫做5-2 5-2相當於什麼東西呢? 5-2在這個部分是不是都一樣? 它唯一不一樣,它繞的圈圈是跟它不一樣的 所以如果這邊繞的小圈圈,產生叫做5-1-2 那這個方向剛好相反,對不對? 這個是這個方向,這個是這個方向 方向是不是剛好相反? 所以它得到應該是負的5-1-2 如果這個叫正的,那這個就叫做負的 那它又走這一條路 這條路所造成的,是不是跟這一樣的情況? 這叫5-1-3 可以嗎? 那結果呢,它就開始做一些運算 把兩個加起來會怎麼樣? 因為5-1等於這個,5-2等於這個 它把兩邊加,因為加起來這個就被你消掉了 5-1-2是不是最頭痛的部分? 5-1-2就是這些所造成的 是你最頭痛的部分 所以當我把它加起來,這兩個就消掉了 好,你當我把它加起來 是得到4倍的5-1-1 加上2倍的5-1-3 看一下對不對? 我把兩個加起來 兩個加起來 5-1-1是應該變4個 然後5-1-2對消掉 留下兩個5-1-3 是不是? 那另外兩個相加的結果應該就變這邊 可以接受嗎? 現在應該都可以接受了 對不對?現在講什麼都對了 那5-1-3怎麼辦? 各位想想看,5-1-3是什麼東西? 5-1-3按照我們剛剛舉的那個 剛剛舉的這個例子 5-1-3是不是這一塊? 當你走這個大圈圈的時候 走這個大圈圈的時候 走這個大圈圈所造出來的角度 如果我們的系統 假設我們可以給你調整 系統是Pol比0多 像這個Pol比0多對不對? 這樣所造出來的角度是幾度? 0度 對吧? 如果Pol比0多 那如果Pol跟0一樣多呢? Pol跟0一樣多 你看這個地方是不是S很大的時候 S很大 Pol跟0一樣多 是不是變成一個定點? 只是那個點不是原點而已 可以接受嗎? 我舉個例子 比如K的S加1S加2 是不是Pol跟0一樣多? 那我走這一條路徑的時候 是不是兩個S都一樣大 是不是變成K 就是S 不管你怎麼走 走這麼大圈 S一直在變 但是我這個是不是只有K 那是不是有一個固定的點 有一個固定的點 有一個固定的點 當你走這麼大一個圈圈的時候 我的鏡角度是0度 一樣是0度 所以這個定率在 Zero比Pol多的時候就不能用了 Zero比Pol 一樣的時候 Pol的數目比Zero多或是一樣 之後這樣的System 叫做 我們在Time Domain Response 有講過這個東西 Pol的數目如果比Zero數目 一般都是多 或是一樣多的情況 這樣的System 給它一個名字叫做 Proper System 對不對? 如果Pol比Zero多 叫Strictly Proper 好不好? 這是我們以前講過的東西 那一般來講 我們Design的System 都是Proper System 或是Strictly Proper 原因是因為Proper或是Strictly Proper 說穿了 這值聽起來好像很數學 很有學問的樣子 那你跟工程師講這個 因為工程師他聽不懂 那如果你要講工程師聽得懂的語言 一般如果是Strictly Proper 或是Proper 一般就指Low Paths Filter 因為它高頻一定會衰減下來 Pol比Zero多 是不是高頻就衰減下來 Pol跟Zero數目一樣 高頻就固定在某個 趨近某個值 那大部分情況下 我們高頻必須要衰減下來 這樣才有機會Final Energy 對吧 你高頻一直往上拉 那這系統不是能量變得無窮大 聽得懂我在講什麼 真的 馬上下課了 只要再講30分鐘就下課了 好 那這一頁還沒講完 所以加一加式就變這樣子 PhiE3我可不可以例呢 那就等於0 可以吧 PhiE3等於0 是不是就變成4個PhiE1 1而已 這樣子可以嗎 各位 4個PhiE1 那麼把它整理了一下下 除以4 4除過去 那這邊都有2 對不對 把2提出來的一半 所以得到PhiE這樣的東西出來 PhiE1 PhiE1就變成這樣 你的目的還是什麼 你還是希望Z等於0 可不可以 那我們舉個簡單的例子 一說完就有這個 我們前面說的這一題 是不是這樣子 它說一個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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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路徑是不是應該這樣子走 Map過來是不是應該就這樣子 那你之前不再畫一個大XX有沒有 那以這一題來講 你就不要去畫大XX 我只畫這樣子 這個是不是就是PhiE1的部分 對不對 以這一題來說 現在P是不是等於0 沒有右半平面的Pol 但是有一個Pol 在G omega走 所以這個等於1 可以不可以 那PhiE1的也多少 PhiE1有負一張角度 要看 我們的做法 因為我們當初是這樣子走下來 對不對 所以要從無窮大走到0 是這樣子走 好不好 所以你箭頭呢 剛開始箭頭是指這邊 一樣指這邊 是不是 然後當Om走的時候 是走這邊 然後上揚 上去 然後到了這一點的時候 是不是下來 可以吧 接著 又往下走下去 是不是 掉下去 所以這樣走的幾度 -90 -90 就-2分之Pi 所以我這PhiE1就是-2分之Pi 那以這一題來講 是Z等於0 得到人家的解釋 所以這就是Stable 你就不用去畫這個大圈圈的東西出來 所以Nyquist 他還是有接受復回獸 然後自己有改了一下下 可以吧 那我今天上到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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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